好 最新的觀眾朋友 威廉恩帥講的今年恐怕又是 川普跟拜登再度對決 不知道川普有沒有機會重返白宮呢 我們來看到像是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呢 針對台灣的大選 現在也舉行了閉門聽證會 而另外在中美建交45週年的活動上 大陸駐美大使謝峰他也表示說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現在最爆炸的議題 而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可則是說 中國對台灣施壓有損中國的自身利益 出席達沃斯經濟論壇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接受CNBC專訪指出 關於台灣和兩岸關係 美國跟全世界許多國家所關心的 就是和平穩定不片面改變現狀 以及和平解決分歧 布林肯表示在台灣投票前一天 他和中方資深官員在華盛頓會談 就已經清楚表明 美國對台灣和中國的立場 包括長久以來堅持的一中政策 不會改變 而布林肯認為北京在近幾年的作為 像是對台灣施加經濟 軍事及外交壓力 以及孤立對推進中方的利益 帶來反效果 中國駐美使館舉辦美中建交四十五周年 即新春招待會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勤康達 白宮國安會中國資深主任貝沙蘭 以及商務部次長拉歌都有出席 謝峰回顧指出美中建交的癥結在台灣 而現在台灣仍然是美中關係最敏感的問題 謝峰一講講了二十五分鐘 而代表美方致詞的康達只講了五分鐘 並且事前表示講稿內容不公公開發表 TVBS新聞尼佳輝 美國華府報導 好 台灣大選結束之後 賴清德政府五月上任之後 大家也很好奇 美中台的關係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TVBS的評論員余文琦呢 他也訪問到了華府智庫的兩岸專家何瑞恩 他認為北京在短時間內應該是不會跟賴政府對話 因為習近平不想要承認在過去八年對台政策的錯誤 但是他也以諾魯斷交的世界為理由 認為即使賴清德上台 北京對台灣施壓的政策不會改變 賴清德當選總統才兩天 諾魯共和國就宣布和台灣斷交 即使八年前也有類似情況 2016年是Gambia 2024年是Nauru 這是同樣的作品 TVBS國際新聞評論員余文琦 特別訪問華府智庫台海專家何瑞恩 台來清德當選後的美中台關係 何瑞恩表示 習近平的對台政策一直在複製相同的套路 展望未來四年何瑞恩判斷 美中台關係可能延續過去八年的態勢 對於美國總統拜登為什麼第一時間表態不支持獨立 何瑞恩認為不用把拜登說的話解讀成警告賴清德或安撫習近平 賴政府五月上任後外交路線沿襲蔡政府對華府關係延續和北京交流似乎也不會突然變動 好而大陸國台辦呢也在今天上午召開台灣大選之後首場的例行記者會 現場呢不只是兩岸記者幾報也有非常多的外媒 而以往呢外媒其實大部分都只會出現在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上 這也表示兩岸議題備受全球的關注 而針對選後網路出現武統台灣的聲音 大陸國台辦則說 這是綠營當選加劇各界對台海形勢緊張動盪的擔憂 台灣大選後第一場大陸國台辦記者會是受到高度的關注 在記者會前20分鐘現場的座位是坐滿的 另外平時鮮少出現的西方媒體也出席並且提問 大陸官方如何看待賴清德提出要重啟兩邊對話的說法 您只牽手同意是南岸人民的共同圓文 你為什麼講人為 我想告訴這位外國朋友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決定的國家統一 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而針對大選後大陸網路出現武統的聲音 大陸表示仍維持合同的基調 但國台辦人強調如果謀獨挑釁 則會給台灣帶來慎重禍害 這反映的包括台灣同胞戰略兩岸各界 對民進黨可能加劇 台海形勢緊張動盪的擔憂 我要強調的是台灣地區的選舉 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15號在X平台上PO文 祝賀賴清德當選台灣下一任總統 並期待雙方密切合作加強共同利益 稱賴清德為台灣總統已經嚴重踩到大陸紅線 未來還要台非合作更加激怒北京 我們建議馬克思總統多讀讀書 正確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另外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法案 要求美國財長支持台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IMF 也引發大陸抗議 任何關於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 都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解決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則在瑞士達沃斯接受CNBC專訪時表示 美方長期堅持的一中政策不會改變 TVB新聞陳旭毅林秉珍北京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大陸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最新經濟的數據 在去年的GDP增幅達到了5.2% 但是在人口成長方面 由於結婚率生育率都是下降的 來看到在大陸的總人口 比起前年就少了208萬人 而且出生人口不足1000萬 而且尤其是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萬人 這表示什麼呢 這表示光棍的問題依舊難解 上海這家時尚酒吧燈光昏暗 每個人都戴著化妝舞會面具 與陌生人暢談 這些獲准入場的單身男女 限定年齡35歲以下 還要頂大學歷高收入 希望彼此條件相符 能順利覓得終身伴侶 不是我們想單身 而是這個城市結構 經濟情況導致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現實的生活壓力房價呀 還有工作呀 還有他的這個學歷不斷提升 其實也在延續他的婚育年齡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最新人口數據 發現中國大陸去年出生人口 低於1000萬 總人口比2022年少了208萬人 連續兩年負增長 另外男性人數比女性 多出3097萬人 光棍問題依舊難解 然而不婚不生 最關鍵的原因在經濟 縱使中國大陸去年GDP 號稱仍有5.2%水準 但國家統計數據未必能貼近真實 居民收入繼續增加 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成正 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218元 比上年民意增長6.3%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1% 除了GDP和人均收入報喜 大陸也重新發佈青年失業率 強調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 25-29歲 30-59歲失業率 分別為14.9% 6.1% 3.9% 對岸經濟看似一片像好 但外媒路透社吐槽 由於房市低迷消費信心疲軟 今年大陸復甦前景依舊不穩定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像是觀眾朋友 這個海綿蹄寶寶她也說大陸也少子化了 而另外呢像是這一個 剛剛觀眾朋友Bob Chen也說 大陸女孩娶不起彩禮上百萬 其實這也是大陸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那麼今天在中國觀察議題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陳向如 來到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向如姐好 欣宇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要來聊到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這個中共的前總書 記胡錦濤 因為他其實被認為是中共的團派領袖 但是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2022年他們這個20大閉幕會上 胡錦濤被離場 當時這個畫面其實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因為當時有被人認為說是 所謂的舊時代領導人被象徵性帶走 而且當時也被認為是團派被殲滅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胡錦濤的兒子胡海豐呢 他在去年12月底現身之後 行蹤一度成名 但現在呢 國務院大陸的國務院就發布了 他的兒子胡海豐升官了 升任民政部的副部長 這也代表說他可以回到北京陪他的父親 那這個胡海豐呢 他是胡錦濤的兒子 51歲 他是前中共立水這個書記的 中共立水市委書記 那當然了他具備地方政黨經驗非常的豐富 而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最後一次現身是12月底 那1月的時候本來他有應該要參加一個學習會 但他也沒有出現喔 那現在甚至大陸有網路也禁止網友來討論 胡海豐升官的傳聞 所以我們要來請教尚如姐 這個胡海豐升官 他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難道是習近平要跟團派示好的一個訊號嗎 你這樣講但是呢也有海外的媒體喔 他們是分析說呢 他們是要把胡海豐呢調到了北京 可以說是讓習近平就近看管喔 好那到底是怎麼樣子 這其實只有習近平自己才會知道 但是呢我們先帶大家來了解一下喔 就是胡海豐呢 因為他的身份非常的特別 他是大陸的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 那麼近幾年呢 他其實呢被大家傳來傳去已經有10次喔 將近10次的升遷的這個消息傳出了 包括了哪些職務呢 之前說呢他要去遼寧大連當市長 還有人說呢他不對 他是要去河南鄭州當書記 以及福建省委組織部的部長 這些職務呢通通都有傳他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都沒有兌現喔 於是呢很多人都說 哇這一次呢總算是來真的了 好那麼胡海豐呢他就像你說的 他在浙江省的一個山區喔 好這個山區浙江省本身很富有 但是呢在富有之中呢 也有相對比較貧窮的地方啊 他所在的這個地方呢 麗水喔他任的是市委書記 相對的就是在浙江省來講 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城市喔 他在這個地方呢 擔任市委書記將近6年 好那我們來看呢 他是從2018年開始的時候擔任的 麗水市呢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可以說呢是浙江省的地級市當中呢 比較年輕的市委書記喔 那麼他現年的話呢是51歲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他被晉升為民政部的副部長喔 那之前的時候呢就有很多媒體說 這一次該不會又落空了吧 欸沒想到呢在近期的時候呢 大陸發布的人事命令裡頭呢真的有他 所以呢也表示他已經從浙江呢 要調到了北京去了 好那麼其實呢官方最後一次發布呢 胡海豐的身影就像你剛剛說的 是在2023年的12月27號 那麼之前的時候呢 12月27號他現身了對不對 但是呢1月4號呢 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會議 他缺席了就引發了關注 那你說到底是哪一場會議他會缺席的 他來看一下呢 他缺席的呢 是立水市委的理論學習中心組 他們組織的一個叫做習思想專題學習會喔 那麼當然了習思想專題學習呢 是在各個地方的通通都要學了 來看一下習思想你就知道呢 這個這個會議非常的重要 那麼重要那既然你又是地級市的這個 第一把手但你又缺席難免會引發關注 就覺得說他消失了好 那消失了以後呢後來的話呢 直到現在人事命令出來以後呢 他調到了北京以後 總算是塵埃落定了 那之前的時候呢 其實在2022年也就是20大的時候呢 確實他因為他的父親胡錦濤呢 他在當眾離席的事件呢 引發了胡海峰呢 他被列為了敏感詞喔 好那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大陸網友呢 就非常關注了胡海峰他的行踪 那現在的話呢總算是塵埃落定 是的確就像觀眾朋友Bob Chen說 然後掉回北京可以讓韜哥的人滿 不敢輕舉妄動 但就像剛剛上儒姐講了 到底為什麼升官為什麼掉回來 這恐怕只有習近平自己才知道喔 好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稍微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我們知道農曆春節快要到了嗎 那每一次到農曆春節前後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他們叫做春節期間交通運輸 叫做所謂的不好意思拿反了 叫做所謂的春運 而每年的這個時候呢 甚至被大家說是年度的人類遷徙 因為流動的人潮實在是太多了 大陸今年春運的時間呢 預計會落在1月26號到3月5號 總共有長達40天的時間 預估會有90億人次出行 90億人次非常的恐怖 包括像是鐵路公路水路民航 加起來營業性這種客運量 有可能會超過18億人次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這90億人次 其中有八成有可能會自駕 也就是自己開車 所以預估將會有72億的人次選擇自駕 那民航當然搭飛機的旅客運輸量 也有可能會突破8000萬人次 有可能創下歷史新高 聽起來90億人次真的大家非常難想像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有時候過年車多人多 頂多就是塞車塞比較久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尚如捷 這個90億人次這種大陸的春運 通常有沒有發生一些比較誇張 或是比較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去採訪過春運 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是在廣州 然後為什麼會選廣州呢 主要是因為整個廣東省 包括了廣州 東莞還有深圳 他們都是外來人口比較多的地方 他們稱為移民城市 所以每次到了春節的時候 因為是重大的節日 而且時間又拉得比較長 所以的話呢他們會提前返鄉 然後呢就像你剛剛看到 他們不是40天都在春運 他們是春運的這個工作呢 必須要維持40天 因為呢14億人口的移動 那可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事情 於是呢我就從廣州 然後呢我就開始買票 那因為我們只是為了要採訪 像人家是真的要返鄉嘛對不對 所以他要提前 而且呢很多人呢他在 就春運他開始售票的時候呢 他就要開始在網路上面採 就是要搶票 那我們不用嘛 我們就是哪邊有票 哪邊就上去喔 那即便如此的話 你知道嗎 我上的是綠皮車 就是大陸最慢的火車 然後呢上去以後呢 哇那簡直就是一個人山人海 不要講提行李 當然一定要提行李 還有挑扁蛋的 還有提這桶子的 提桶子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湯啊很好用 為什麼你知道 湯啊它裡面可以裝東西 你可以把你家當的 裝到湯啊裡面去 那重點是你一定買不到票 然後你還可以把湯啊放在地上 然後的人就坐在上面 還可以取代椅子 所以湯啊非常的重要 你也可以看到呢 很多地方呢就是人手 你行李箱可以不要 但是呢湯啊一定要有 對然後還有人呢 他們因為搶不到票 你知道有大學生 他們多聰明嗎 他們叫霍拉拉 把自己拉回去 什麼叫霍拉拉 他有點類似像台灣的那種 就是康福搬家公司 對然後呢 因為他們就叫霍拉拉 然後呢他其實上 既然叫霍拉 就表示我可以拉貨 然後呢那個大學生呢 他搶不到票 因為懶惰嘛 他既然每一次都搶不到票 於是呢 他就叫了一輛霍拉拉 說我要運貨 他的貨其實就是他的行李 他就人跟著行李 一起上了後車巷 他其實就是一個麵包車 然後呢他還說 他就發PO文說 哇我回去的車 既有地方坐 而且空間還挺大的 所以他就叫了一輛霍拉拉 然後把自己拉回家 當然他不是跨省的 他就是譬如說 他是在浙江省的A省 然後呢到了這個B地方這樣子 就是比較短途就對了 對 像是觀眾朋友X-Man 因為他也是這個大陸這邊的人 那他說他的春運 他有經歷過一次 簡直要命 非常的可怕喔 所以就像剛剛項如姐講的 我們真的非常難想像這樣子的事情喔 但謝謝你跟我們分享你的經歷喔 謝謝欣怡 謝謝大家 謝謝夏如姐 好的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乾香菇 因為我們講到農曆過年嘛 每次到過年當然很多人都會採買年貨 而乾香菇也是年貨之一喔 那當然現在呢 大陸也有非常多走私喜產地的香菇 他們會先出口越南再合法的進口台灣 而現在市售的乾香菇呢 有多達三分之一 都是大陸的香菇 這也嚴重衝擊到台灣的香菇產業 年損了10億元 這個是那個補禮的 我們台灣的 這個是最漂亮的 距離農曆春節剩下不到一個月 民眾開始採買年貨 尤其乾香菇是國人經常買的南北貨 更是年節送禮的最佳選擇 檯面上琳瑯滿目 有台灣本地 也有來自韓國和越南 一二三是五六越南的 但是它不香 它只是厚大片 不過逛了一圈可以看到 有些攤販賣的散裝香菇 連半個標示都沒有 近年來就有不孝業者走私大陸香菇 當作台灣香菇來販售 根據官務署統計 從二零九年至去年十一月 海關巢獲三百三十二件 超過一百五十二公噸的大陸走私香菇 換算成市值超過一億 由於台灣目前沒有開放大陸香菇進口 民眾購買時一定得多留意 雖然是售的香菇多號稱產地台灣 但大陸香菇多年來透過走私洗產地 先出口到越南再合法進口到台灣 我們該如何選購正港的台灣香菇 消費者在購買時可以先看包裝 有沒有台灣菇類發展協會所設置的台灣香菇標章 來辨識香菇是否是國產菇 至於身份不明的香菇 沒有產地標示最好別購買 這邊產地它就寫得很清楚了 產地然後寫台灣 有沒有它內豆子比較窄一點 對這樣就是台灣的香菇 菇餅的話它會比較長一點點 像這幾顆它的菇餅都會跑出來 比較厚比較紮實 像是台灣香菇顏色較金黃 皺摺多菇餅較長香氣濃郁 至於大陸香菇則是表面光滑 香氣較淡且菇餅較短 因為需要長途運輸 通常會把菇餅減到一公分內 減少體積和運輸費用 而且大陸走私香菇中 又以香菇絲數量最多 大量用在油飯 香菇肉根 炒米粉等小吃中 其實一般我們餐廳 我們在做餐廳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我們還是會選用 台灣的香菇 買回來自己切食 那如果說比較平價的話 那因為成本考量的問題 那可能就會買這個香菇絲 那因為他們的成本大概差了兩成 消費者難辨真味 一不小心就吃下肚 市售乾香菇有近四成是大陸菇混沖 以合法越南菇身份混淆試聽 從數字來看 越南香菇來台數量年年增加 從2008年的258公噸 到去年1到11月 已達956公噸 假冒越南香菇的大陸菇 不只有農藥和重金屬殘留疑慮 更直接排擠到國產乾香菇的銷售 大陸香菇 大部分都經由越南 越南的產地到台灣 因為從大陸到越南 加上我們進口的高關稅 加起來還有利潤 還有蠻大的利潤 進口商就很多都這樣去做 走市香菇其實它 不論說是在用藥上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它在品質上 可能會因為受潮發霉等等 會有一些實在上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其實第一個是說 對於我們國內的一個消費者來講 其實在實在上是有疑慮的 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走市香菇 進來台灣之後 確實也會影響到我們國內的一個 古農所生產的優質香菇的一個銷售的價格 近年國產香菇的需求量 以15%逐年減少 因為對不少餐廳加工業者而言 比起國產香菇一公斤產地價 1400元以上 大陸香菇一公斤不到1100元 成本相對低 如今大舉侵占國內市場 政府應提升鑑定香菇的技術 才能減少食安風險 及對本土香菇產業所造成的衝擊 TVBS新聞 黃冠偉 劉文軒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